这个照片我们在网上已经查到了 1939年的当时广东的江汇抗战 他在办公室彻夜办公 在准备军务 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来 参加过很多这种对日寇的作战 是一个比较英勇的 这样一个黄埔前辈 近日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黄埔军校四期生杨前吉之孙杨云峰 小心翼翼地拿出祖父史料和老照片 他端坐在镜头前 将近百年前祖父追求革命的故事 娓娓道来 据杨云峰介绍 20世纪80年代起 他和父亲开始搜集祖父杨浅吉的史料 通过一份地方文献 才知道祖父在广东参加抗日的事迹 1947年他就病逝在云南农村老家 他去世的时候 我父亲只有十一二岁 一个小孩子 后来也是很多是听到家乡的一些长辈 对祖父的一些叙述 那么他慢慢地认识到这个祖父 他在外面有丰富的这个抗战的经历 杨浅吉来自云南卢西县 据黄浦军校史料记载 他1925年考入黄浦军校 与张灵甫等抗日名将为同届同学 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1937年曾担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保安第七团上校团长 从这个我们的一些长辈对祖父的这个评价 他是一个抗日将领 比较正直的一个黄浦军人 但是我们自己呢 基本上是知之甚少 我们也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2006年初一次偶然机会 杨云峰在一家大型文献资料网站上 找到几十条关于祖父的信息 这些资料大部分来自广东和云南地方文献 记载了不少杨浅吉参加广东抗日战争的史实 其中提到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杨浅吉率保七团参加抗击日军进攻江门新会的作战 1939年12月 杨浅吉率部北上广东韶关参加粤北会战 他是第一次及第二次粤北会战时期 第四战区驻粤部队的重要长官之一 时任第四战区的总司令为爱国将领张发奎将军 精神团结不怕牺牲 奉献国家 这种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比较突出 他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 主要就是在一生都在践行这个黄埔精神 很典型的 阳云峰介绍 他在搜集祖父史料过程中 接触到一首抗战老歌 救国军歌 如今杨云峰每次听到这首歌 都感到热血沸腾 也为祖父及许多这样的民族英雄而自豪 他一直就是说 践行着就是爱国 爱民 爱兵如此 他有这个特点 他个人的奉献 不怕牺牲 他考虑自己比较少 在多方亲朋志士的帮助下 历经数十载的搜寻与积累 2018年初 杨云峰和父亲河边的杨前级史料记录 让历史告诉未来终于完稿 祖父爱国爱民的这种高尚的情怀 不屈不挠 英勇善战 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他大半生努力践行黄埔精神和黄埔饰演 所以像祖父的很多这种事迹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了解 他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和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